先到一个新产品 这个千叶豆腐做的还比较好 比较细 比较嫩 口感比较好吃 你看这个千叶豆腐 我一天就卖了都小了两天多年 我在环境上卖这个千叶豆腐 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 一天能卖个五六百斤 我叫李准思 在很多客户的环境情况下 都开始研究这个豆瓣猪豆腐 这个豆瓣它非常粗畅 豆瓣里面有豆瓣 豆皮 咱们就研究了一种轻炼机 根据这个国家砧板机的原理 用到豆瓣分岁上 叫豆瓣打得像粘钩一样 大到三百多亩 这样再做豆腐 它的外观 口感 精粹度 碳性 耐高温 耐低温 大到时常标准了 豆瓣做这个千叶豆腐 这个细菌对这个纤维的护士很小 没有这个枪的半地的能力 所以说放个三天五天都不坏 这一点又吸引了很多这个豆瓣夹工货 哎呀 我们的豆腐一天都坏了 咱这个豆瓣做这个千叶豆腐呢 那放四五天它都不坏 所以说很受烦用 注意一下我这也今年都六七十岁了 想说把这个技术的推广开 让大家都尝到这个甜豆 豆瓣猪豆腐是豆瓣先加水 把豆瓣和水充分混合调整高状 一般一斤豆瓣加二斤水 把豆瓣倒到里面 豆瓣搭好了 把旋豆瓣加水 经过精炼机搭成这个豆瓣糕 第二步是把豆瓣糕倒到这个配料机里面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步 搅拌配料 搅拌二十分钟 发酵两个小时以后 最后操刀 操刀盒子里 再经过高温熟化豆瓣成形 在这个豆瓣豆瓣经过研究成了以后 阿维的 山东的 湖南的 黑龙羊的 前几天有个内蒙古的 石砖 重庭的 这些客户 这些豆瓣加工厂 他们把他的豆瓣做成这个豆瓣以后 有买豆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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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有卖三千斤 五千斤的 小户有卖一千二八百斤的 卖的都很好 销量很快 饭店的 学校大货上也吃 很受群众的反应 所以说他们也带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认为这个豆瓣费品变薄了 做成豆瓣很有市场 很受这个客户的反应 今天这个 这两位熊羊给他 现场做的豆瓣 这叫豆瓣 高纤维豆瓣 这个豆瓣能锁动血管 降低担股阵 我是来自河南赏羞的一个客户 我叫做师弟来夸查夸查 通过我种屋的师弟操作 来接就是说对他这个熔融豆瓣 省丹的豆瓣感觉非常满意 你看这个锦道也非常好 就是说说 我来自山西介修 今天主要是来学习一下 李师傅这边的 用豆瓣做的这个切野豆腐 今天学会了 感觉挺不赖的 挺好的 吃起来口感也不赖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把咱研究成功的这个技术 豆瓣干 豆瓣 做成无香味的 麻辣味的 那都卖15块 厂家里都说 哎呀 这个李云达 是一个最新发明 中国几千年也没有人 将这个豆瓣馆做成这个豆腐 经过你这个发明研究 他说 这对社会是一个大的贡献 再一个说呢 从这个社会翻经啊来说 他减少五人了 好不赖的